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在几千年的历史进程中 深刻地影响着中华文化的发展与传扎 鲁迅先生曾深刻地认出 中国文化的根底全在道教 道教作为有着永久历史的中华本土宗教 其文化既是东方智慧的体系 又是实际共同的精神财富 道教文化始终与中华文一起 明明不绝 生生不息 清晨 幽深山中流水缠缠 鸟鸣清清一盘先进 伴随着晨光 道教们开始了一天清修的生活 探似道教在修行练功 却具现了道教与大自然 共同天体合一 修身养性的至高境界 接下来这个节目呢 由温州道教悬音乐团为各位演出 温州道教悬音乐团是在温州道教协会的指导下 在温州东蒙山天然道观的知识下而组建起来的 玄芸乐团搜紧整理保护挖掘的一批具有温州特色 浙江特色的道教音乐 为传承发展温州道教音乐 弘扬推广温州传统文化 探索出一条创新之路 好 有请各位道长们 有请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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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明镜与点栏目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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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主播剧场——YoYo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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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